一场喜事演变到最后竟然变成性侵案 这也太夸张了 女孩出嫁呢 一般好姐妹都是会组成陪嫁团 这个陪亲娘等男方来提亲 没想到在广东呢 喜事竟然变成了性侵案了 女方的陪嫁姐妹竟然遭到了 男方数十名兄弟非礼性侵 而夸张的是事发当时 新郎新娘也都在场 还想安抚了事 大年初时 广东这家女孩开心出格 找了好姐妹来陪嫁 但没想到 男方亲友团引起过程 却是噩梦的开始 女孩呼救却没有人帮忙制止 但包括新郎新娘在内 众多亲友全都在一旁 看到状况失控 还想安抚了事 新郎的兄弟们被抓进警察局 坦言犯案 但让这些受害女子心里不平的事 事发至今一个月了 新郎跟新娘都没出面 还想私下拿钱和解 多年的友谊 因为这场赢取信心 变了调